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 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李科夫 第十一届香山论坛12日起 在北京一连三天举行 来自100余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团的 500多名代表 以及20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 围绕共主和平 共享未来 这一主题 分享观点和看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香山论坛致贺信 希望本届论坛为共同应对 全球性安全挑战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13号上午在北京香山论坛 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全面阐述中国军方 对国际局势的看法 本届论坛设置了 安全合作与亚太繁荣稳定 全球南方与世界和平发展 等四个全体会议议题 以及围绕地区热点问题等议题的 八个平行分组会议议题 中美关系依然是 最重要的焦点议题之一 美国今年派出国防部的 副助理部长蔡思与会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北京现场特派评论员 郑浩先生 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 而在澳门现场 日本新系大学 现代社会文化研究院 副教授张云 加入今天的全球连线 一起来解读 本届香山论坛的特色 如何来解读 国防部长董军 所做的主旨演讲 而中美管控分歧的关键何在 双方应该如何避免 擦墙走火的风险 如何看待全国 全球南方国家 在全球治理中的 日益重要的作用 我们首先来看 李明珍的直通报道 第十一节香山论坛 9月之日